不管是PTT还是脸书社团 海量抱怨批评 这把火都是冲着台湾虎航而来 有网友不满 莫名被取消班机 客服电话没人接完全打不通 甚至大骂虎航一直取消公司要倒了吗 还说这下子根本就是抢到壁止 就连旅游作家唐红安也是苦主 感觉齐天批 然后心情又非常差 10月初才订好12月12号飞北海道 没想到虎航打到一砍 让他机票到手却飞不出去 虎航客服这个打电话真的是非常可怕 就是大家疯狂的打 然后我们群内有人打了91通电话 第91通才接起来 有人在出发之前两周就被通知说 去城取消了 那等到过几天之后又被通知说 他连回城也取消了 台湾虎航大量取消航班 被取消的航班除了虎航10月7号公告的 这个目前联航的航班的变动取消啦 临时取消还是蛮多的 如果大家要搭联航的话 最好就是一定要确认 你要去的时间 再来就是呢 最好可以选择一个加价的选项 就是可以免费取消 为此黄董事长陈汉明还紧急决定 16号亲自出马到日本 与新千岁东京大阪等厂站地面代理 沟通协调乔航班 这一查才发现减班措施不是只有 虎航遭殃 长荣航空台北到东京和桃园到扎晃 11月30号前航班取消 桃园到冲绳1月17号前的航班通通取消 甚至高雄到东京和高雄到大阪的班机 11月7号开始由每天一班减为每周四班 等了九百多天民众抢破头想飞日本 也趁着日元汇率大跳水 写下1990年8月以来的新低 一美元对日元一度来到了147.67 偏偏航班调度不给力 让想出游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